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娛樂新聞夜 今天又是有一位財女來到節目現場了 而且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品學兼優 就是整個人的形象 就是那種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我很想知道她從小到大 到底有沒有做過壞事 一起要來問問她 賈莉 歡迎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achel 賈莉 哈囉 Windy 妳好 我一直很希望就是碰到妳的時候 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很想要看妳的手 我以為妳想跟我握手 我也很想跟你握手 然後很想看妳的手 是因為我聽說賈莉的手非常的小 可是因為妳是從小學鋼琴 但卻是小手的人 真的不大耶 就是 當然指頭還是比我長很多 我會有一種自取進入的感覺 其實我的手是比很多男生都大 我覺得妳是手長小 是那個手指比較長 對 沒錯 因為我之前就是看妳的一些簡介 就有講說賈莉雖然就小的時候手很小 但是練鋼琴練得非常輕 所以說後來還是在鋼琴上面很有成就這樣 我就一直好想看妳的手 還好還好 距離上一張專職已經有一年的時間了對不對 對 這是新專輯問世 中間這一年喔 我剛剛為什麼說她是品學堅優的好學生 又跑去進修了 對 沒錯 去英美那邊 對 就去紐約那邊 選聲樂 然後去英國那邊呢 其實是代表香港的作曲協會 去跟英國的一些作曲家交流這樣子 就是 因為好像在音樂路上一直都不停的不停的 在妳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吸收到更多的 對 沒錯 那為什麼特別想要學聲樂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唱歌那方面 我其實還有進入的空間 我就很想去找一些比較專業的人 就一些老師就叫我去唱歌 去改善我比較弱的地方 所以去學聲樂的時候 老師真的有叫妳唱歌要這樣嗎 其實沒有 只是叫妳怎樣呼吸啊這樣子 改變一個發聲的位置就對了 對 那麼這一次在新專輯當中 就有把這些所學習到的聲樂發聲法應用進來了 有 有的 專輯的風格跟我們介紹一下 風格就是不同類型的搖滾 但是比較舒服的那一種 比如說有鋼琴搖滾 有民謠搖滾 有爵士搖滾 以搖滾為基調 對 我覺得妳唱太重太HAPPY的東西 可能妳的那個歌名可能也會有點嚇到嗎 其實也不會很HAPPY 只是剛剛好的那一種 就符合妳原本的歌 對 其實也有一些歌曲是比較清新的 這次翻集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好像是每一首歌都是妳對一個人說的話 對一個人的一些情感 是的 是 包括朋友家人 戀人等等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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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是什麼 其實那個陪著妳是以狗的身份寫的 就不是說我跟狗狗要說什麼東西 只是我有時候會想 究竟小狗狗牠們的心態是怎樣 用擬人化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狗真的是對人的愛是非常的誤識 因為妳怎樣罵牠 牠兩分鐘之後就會過來唸著妳 這樣子 我剛剛聽到的版本好可憐 我剛剛聽到的版本是 牠家的狗狗會咬人很兇 對 這個 然後妳還是很寵牠這樣子 對 但是 我覺得每一隻狗都會有 有比較皮的意味 但是我覺得牠們 對我們的愛就是 嗯 就是非常的重心 因為牠也很重心 對 就是我們可能有很多朋友 有工作有什麼 但是其實對牠們的 比較重心 對 而且 如果你叫牠把牠最愛的東西 比如說玩具啊 或是什麼 牠都會給我 那人類就是 如果我們擁有一個很喜歡的東西 我們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擁抱這個 就分享 對 這次很特別 就是在專輯當中啊 像每一首歌在錄的時候 其實都錄了很多個不同的版本 可是 有一些沒有收進去的 你還是有自己把它留著 我沒有 我是一個比較完美體育的 就是我會 就不停在修 但是 最後我都會 keep through 最好的版本這樣子 那之前錄的那些版本就 在我腦海裡 在你腦海裡 對 其實就修了很多次這樣子 那以前的不好的 我都沒有要 都就這樣放棄了 可以收一個翻外篇啊 歌名應該也很厲害 那要找出來 從那個拉茲 那個桶裡面找出來 從那個腦子裡面 再把它拉出來這樣子 拍MV的時候 唱歌當然功力沒話說啦 對 然後創作的部分啦 也沒話說 拍MV的時候 聽說是被弦到不行 恐怖 超恐怖的 對對對 每一個導演都說你動作很僵硬啊 對 都好像那個僵屍一樣 我記得我拍那個 Love is most beautiful 那個導演就這樣 那你很深情的 就把頭 頭低下來 然後慢慢轉過去呢 就這樣 好你現在演一次給我們看 請你深情的把頭低下來 然後慢慢的轉到我這個方向 你真的好像那個機器人一樣 然後把我的同事都嚇到 你好僵硬喔 我的天啊 我自己都覺得很恐怖 那如果沒有肢體只有眼神 就是肢體不要很僵硬 那導演說 好那你不要轉過來了 你只要透露一個很深情的眼神 深情的眼神 可能我會笑 你會笑 我很容易笑的 所以如果要我去演戲的話 這真的是一個太恐怖的事情 那你現在對著鏡頭做一個 我很疑惑的感覺 我看不出來 真的不行 我看了鏡頭什麼的表情 都說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對 所以那導演說要找我演那個殭屍 好壞的導演喔 但是真的就是 你覺得演戲是你的大罩門 是不是 對 真的我覺得太恐怖了 鼓導已經不能接受 不過如果有音樂背景的話 其實會好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放的音樂 或是那樣的話 會比較深情 好 這次好像這個拍MV 還找了很多的 你真的很喜歡小狗 找了很多狗狗來作伴對不對 對 那個陪著妳就找了15隻狗 可是小狗一起拍攝 不會很無法控制嗎 我們之前有試過跟很多小狗拍 那那個情況是非常恐怖 所以這次我們就邀請他們的主人 跟他一起就互動 他們就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是15隻 聽說有狗狗就是為了等 真的並且 然後在現場應該玩很high吧 是啊 但是那個情況是蠻很亂的 就是還有狗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不過就是很深刻 聽說你看到那個狗狗 坐在那邊一直等 然後很忠心耿耿地陪著主人 還有想哭的狀況 對我第一次看到MVD咖 那個眼淚不停讚人 因為我覺得就是狗狗的眼神 牠好像很多話想從我時候 有些文章 所以 都是要跟妳的感受 所以其實 妳也是用這樣的心情 在思念 在上崗爺的狗狗 對 對 沒錯 但是 沒辦法帶到心裡 沒辦法 對 剛剛假設妳有給我 跟她的狗狗 妳把它放到部落格上 對 我會 我部落格很多她的照片 對 然後歌迷朋友可以上部落格去看 因為真的超級可愛 好像一個熊寶寶一樣 對 然後就覺得看到也會很想要養一隻這樣子 然後這次在專輯當中 也有很多妳的狗狗的照片 對不對 對對對 我放了一些我自己拍的照片 在裡面 除了幫狗狗拍攝之外 妳平常也還蠻常拍照的嗎 對 我喜歡拍一些天空啊 或是一些海的那個 就大自然的一些照片 就記錄生活的感覺就對了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 有養狗狗的人都會 對生命對生活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應該說有養寵物的人 因為就會比較細密 然後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 然後也會感受身邊的人 這個對創作應該也很有幫助 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莉儀今天來到節目當中呢 剛剛已經講了 她看起來是一個乖寶寶 但是骨子裡是不是一個乖寶寶 不知道 等一下要來問她一下 看她有沒有做過什麼叛逆的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